嗯,从上学起我就保持着定期阅读的习惯。 这些年下来,不知不觉就收集了这么多。 随你的心意就好,如果实在无法做出选择,我也可以给你介绍几本。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这应该是我哪次买书时遇到店内活动,店家送给我的。 好,我来试试。 我来试试。 好。 啊 应该不是 那家店我一直去 他们的生意向来都很好 我想这个活动 也许是类似五周年 十周年店庆的大型活动 所以店家才下了血本 为顾客准备了这次 物超所值的对讲机会 我就说你很有福气 但 是你发现了他的存在 不是吗 我也这样认为 你只要考虑自己的心意就好 所以 你想去旅游吗 好 我也不想错过这次好运 网站上说 获奖者可以在下面的计划表里 选择自己喜欢的旅游路线 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很有心意 可以一试 那我们现在来选一下 想去的旅游路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的确很像 不过 魏海并不是海 魏海其实是我国国内第四大淡水湖 据说在古代的时候 负责记录地理风貌的官员 错误地翻译了少数民族的文字 才把它称为魏海 才把它称为魏海 这个名字从那时起 便沿用至今 我只是在来的路上随手查了查 对了 这里还有很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景点 我们可以慢慢体验 我也这样觉得 这次旅行一定会 特别美好 问我在看什么美景 我 在看你 把手给我一下 这是我送给你的 暗腰花 两位请往这边看 在我们的身后高高矗立的 就是与魏海相望的千山 千山山上常年积雪不化 可以说是白雪的世界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通往山顶的千山雪道入口处 这是唯一一条可以徒步 登上千山的路线 非常受户外运动者的青睐 毕竟是爬山嘛 过程肯定不会太轻松 不过山顶上有变幻目测的云海 有斑斓浪漫的霞光 还有无数自然奇景 我敢保证 千山上动人的景色 绝对值得各位游客 挑战一下自我哦 不徒步上山的话 就只能遗憾错过 这次美景了 爬山的时候 我会照顾好你的 不用担心 你 愿意和我一起去看看山上的风景吗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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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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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我心里 我的舞伴只有一个人 我想这家 就是声名远播的李氏制伞 据说他们祖祖辈辈都以油脂伞为生 有着独特的制伞秘法 不仅对于原料的选择十分严格 制作涂料还是按照宫廷古法调配制成的 嗯,的确十分复杂 但论选材而言 前前后后一共有几十项流程 就在你看伞的时候 据说一直到现在 他们制作的煤柄伞伞面图案 也都不一样 嗯,李氏制伞名声在外 成品精美绝妙 很多人都想买来收藏 但由于工序复杂 手工制作周期很长 可能三五天才能制成一把 加上现在原料稀缺 并不是想买就能买到 像今天能看到摊位上有散售卖 应该是我们运气好 好 怎么了 我很喜欢 你的眼光一向都很好 我也是 只要是和你在一起 生活在哪里都好 现在我们所站的这座石桥 据说在古时候 被叫做情人桥 嗯 传属有缘人在这座桥上相遇 就会结成生生世世的眷侣 虽然到了现代 这座石桥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奇 但人们依旧会把这里 看作象征着爱情美满的圣地 卫海其实是我国国内第四大淡水湖 据说在古代的时候 负责记录地理风貌的官员 错误地翻译了少数民族的文字 才把它称为卫海 这个名字从那时起 便沿用至今 据说他们祖祖辈辈 都以油脂散为生 有着独特的制散秘法 不仅对于原料的选择十分严格 制作涂料 还是按照宫廷古法调配制成的 作词 李宗盛 李宗盛 在想什么 啊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 我还以为这次我已经隐瞒得足够好 你看不出其中的疑点 没想到还是露出了不少破绽 抱歉 一开始没有告诉你我的计划 其实我是打算回去以后 再找时间向你解释的 我 我 以前看过一种说法 定期为恋人制造一些惊喜 也是一种浪漫 我也想试着去带给你 超出预期的浪漫与惊喜 这次的旅行是我计划了很久的意外 是我想要带给你的心动 之前没有告诉你 一方面是担心直接提出一起去旅行 你可能会因为我们的工作安排而犹豫 另一方面 就是想保留一份完整的惊喜感给你 就像你猜测的那样 是我伪造的奖券和网站 网站上所有的旅游路线 也都是我提前准备的计划 包括那张奖券上的日期 这也是我计划的一部分 为了万无一失 我会定期更换对应时间的奖券 直到你打开那本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也是我最难忘的经历 这张照片哪里都好 只有一点不好 照片里 没有你 希望你原谅我对你的隐瞒 以后 我会带给你更多的浪漫 陪你去每一个你喜欢的地方 希望我余生的所有时间与惊喜 都只属于你 只要你 一切都好 这是暗瑶花发簪 据说将暗瑶花制上的发簪 送给心爱的人 这对恋爱的人 就会相守一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搜封 请搜封